一早才刚开门 不断涌现排队人潮 南港车站附近的这间点心村 在地飘香30年 吴玉锦宣布10月23号要结束营业 震惊不少套客 这炸点很好吃 就强烈有推进我过来吃 因为我们跟客人都像朋友一样 就很亲切 他们来到这边都叫我叔叔阿姨 业者坦言先关店休息 未来还是有可能会再付出 不过提到知名的面线店 不止这间 一碗碗面线热腾腾出炉 有满满蒜泥香菜 仔细看竟然还有赤肉羹 国民美食大肠面线 除了传统吃法 市场上不断推陈出行 现在吃面线光是鹅阿 大肠已经不稀奇 还有业者推出了这个特色的面线 里面有加入了满满的赤肉羹 除此之外还有像是这碗虾仁面线 里面有满满的虾子 让整体的配料可以更加丰富 新北板桥这间面线店 主打配料多元吸引顾客上门 邻近的新庄还有一间点面线 隐藏吃法也很少见 在面线上加上鱼酥 加了鱼酥风味更美 吃了好几年了 它开多久我们就吃了几年了 外面吃了外面的跟面的东西 发现加鱼酥口感很适合 所以我们就回来自己试试看 结果客人都很喜欢 双北隐藏面线摊很多家 除了新庄的点面线 板桥的米刷 肉羹虾仁还能加上鱿鱼 台北新衣的家家面线 主打特色汤头用鸡汤熬煮 万华的优线面线里 更是有满满的新鲜小馆 相当吸睛 面线是很多人爱得道地台湾味 不止老一辈的人 不少年轻人也爱吃 让面线市场不断花样繁星 东森新闻生活中心综合报导